12月这期的衣服呢真的有很多 圣诞元素 然后跟我的指甲还蛮配的 拍完之后呢我就去上海晃了一圈 但是我当时没有想拍Vlog 然后又去苏州晃了一圈 订了一家新开的酒店 是那种中式的感觉还不错 到酒店之后就干净卸妆洗脸了 我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指发 因为我米诺第二天了之后 她就一定要光了就很凸 有没有姐妹指过给我一点分享 嗯去洗澡 我一直失眠都很严重 所以我出门一定会打耳塞睡眠糖 然后这个金油贴是最近被朋友安理的 点照美袋是我刚刚外卖点的 我要这样全服务装才能入睡 隔天天气还不错 我很喜欢听风吹过树叶的声音 难怪有人说人家活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会觉得比较放松和质疑 因为起的比较晚没有出门 就点了个外卖来吃 你们那边有没有个方言叫超结婚 就是很厉害的意思 吃完就准备化妆了 顺便给你们翻个包吧 很久都没有翻包了 这个奥斯华是我最近新买的 是不是很可爱 哦这包包里就一些衣服 给你们直接翻一下化妆包吧 妆的有点满 我铺开给你们看一下 腮红和眼影 我带的都是这种暖橘色调 粉棕色调的 这个高光真的是古董 谁懂 然后还有两只快要用完的底妆 这个腮红很漂亮 它里面会有一点点微闪 淡淡的就还蛮前进的 还有一些bling bling阴影啊 然后这块蜜粉也真的很好用 已经见底了 看一下我的化妆包的全貌 就是这些东西 然后就开始化妆了 我一直有点大小眼嘛 上次在一边眉毛上面 压了一点点肉度 我感觉大小眼好了很多 很无语 准备要出门的时候 发现这个鞋带断了 然后我就问酒店要了针线 没错 我在缝鞋带 好啦终于要出门啦 感觉我的Vlog好像流水账 但其实我觉得我的人生 也很像流水账 因为我一直在随遇而安 因为真的长大了 你会发现 努力其实没有运气 那么好用 所以拜托老天爷 多给我一点好运吧 也多给一点你们 然后就去吃了这家 据说每个苏州人都知道的 祥新小食店 这个鸡爪真的是软烂脱骨 这种小园子也很好喝 我感觉里面加了藕粉 因为它很稠 时轻点晃晃的时候 碰到中午点的这个奶茶 走走停停 吃吃喝喝 周末好像有了它该有的样子 因为我前两年一直都在赶路 赶我落下的路 但其实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我有没有赶上 不过我很珍惜拥有的现在 周末愉快 拜拜